大家好 華記8月19日報導 今天有一宗好爆的新聞 關於元朗721第8被告程偉銘 被法官直接拒絕上訴 這宗新聞我自己深思熟慮過 正常來說我不應該說 因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亦都會怕領上官非 內容是怎樣呢? 大家先看一段新聞 2019年元朗721事件 其中一個被判監的白衣人程偉銘 向高等法院申請上訴許可被拒 他陳詞那時多次被法官提醒 不應該發表個人意見 王俊軒報導 65歲報稱清潔工的程偉銘 由酬車押送到高等法院 他早前被裁定暴動和串謀商人罪成 判酬4年3個月 他不服定罪和刑期 向高等法院申請上訴許可 陳惠銘沒有請代表律師 自己在法官彭寶琴直前陳詞 他說警方認人手續不公勻 手屋也找不到案發時疑犯穿著的衣物 原審法官根據證人、證物和環境證供作出不客觀的裁決 他在庭上說想真實地說回當日的事出來 我今次不說就沒機會說 彭寶琴提出原審曾經爭議他是不是在閉路電視片段出現 陳惠銘承認他是片中的人 彭寶琴認為這個說法跟他上訴的理由不吻合 提醒他不應該表述個人的看法 陳惠銘又說 因為我覺得是政府叫我們去做的 就是這麼簡單 彭寶琴阻止他繼續發言 說我一定要停止你了 這裏不是審訊 不是給你表達個人觀感 彭寶琴裁決的時候說 原審法官已經深入分析證據 裁決無可救病 處理公允持平 推論合情合理 判刑沒有不恰當之處 於是拒絕批出程偉銘的上訴許可 但我看到整宗新聞 有些網友都有留言想我說 我自己評估一下 如果我只是把我自己知道的事說出來 我亦對得著天地良心 亦在一個持平、理性、冷靜方面 就跟大家表述一下 我所知道這宗案 為何法官是不讓他上訴 以及為何他會這樣說 這裏是兩個項目 好了,講一講這位程偉銘 我是完全不認識他 但這宗新聞我為何要說呢 因為這個程偉銘 在他未坐牢之前 他來找過我 我不認識他 大家都知道 因為元朗721第五被告鄧懷森 我幫鄧太身冤上訴 當時報告鄧懷森判7年監很重 我覺得每個年輕人都坐三年 有何理由他坐七年 他只是擔心擔心 但可能這位程偉銘 看到新聞 我就看到我幫721那位鄧懷森上訴 所以他跑來找我 找我很容易 大家知道我有個網紅基地 當年公夫 即是法輪功 胡愛文 他也是這樣來找我 其實連中也有很多 不同的個案的人來找我 我不是每個都有零力幫 或者我幫不到 我聲斗示文一個 好了,說回程偉銘 當時他來找我 他就想我 可不可以像721鄧懷森、鄧太太 這樣幫他 即是有輿論壓力 那我就說 喂,鄧先生 你是甚麼情況 因為我們是星斗小市民 我無權無勢無力 但他就說 即是說了他的情況給我聽 他的情況 我聽完之後 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的情況 是用不到輿論壓力的 因為 如果你的版本告訴我 而我公開 是對香港政府扣分 是對一些 外國陣營扣分 因為 你說的東西是 常人的很難接受 即是他跟我說了甚麼 因為他今天法官 拒絕了他上訴 我想應該都是終極拒絕 我亦都不會牽涉這件案 我亦都不想野官非 但問題就是 我知道的 我就告訴大家 其實他就跟我說 他是因為黑衣人 他被人拘捕過坐牢 他現在剛剛坐完牢 就找我 亦都牽涉第二宗 白衣人的案件 即是簡單一點 黑衣人白衣人他都有份 他就跟我說了 他的情況 我就說 我真的幫不了你 真是不好意思 因為他六十多歲 就給我年長 我說真的我有心無力 我聲斗市民 我真的幫不了你 他就說了 可不可以幫多他一個要求 就是說 他就是香港沒有家 沒有公屋 沒有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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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瓜可歸的香港 他就一早就回到大陸 他大陸就有居所 現在回鄉證就被人剪了 他就回不了大陸 亦都可能要在香港坐牢 他就問我 有沒有一些方法認識別人 可以知道我的情況 可以拿到回鄉證 我就跟他說 我更加不認識 坦白 你的情況 我建議你自己寫一封信 將你自己的真實情況寫出來 不是說是你心裡的蟲 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就將你這件事的前因後果 我寫出來 你寫回你的事實出來 你跟我說那麼多也沒用 你寫出來 我試試轉介 給一些相關部門 例如之前有些警察公共關係科 有時邀請我們出席他的活動 其實國安都有一些類似公共關係科 想體察一下香港的民意 以及香港人為何會有中港矛盾 怎樣可以融洽 有時國安都會找我們的正常人 拿下一些意見 怎樣可以做得好些 將中港矛盾減低一點 我就說 我什麼都做不到的 但你就把你的情況寫出來 我試試轉介 類似給這些部門 我不知道 我沒有什麼幫到你 然後程偉銘就說了一個多兩小時 就離開了 我給了相關部門 他回覆我一句 很簡單 這些事情他們愛莫能助 因為第一不知道是不是事實 第二 他都不會干預到香港法院的任何裁決 除非你是全部判無罪釋放 內地的回鄉卡是否剪載你呢 這個可能有相確如地 但是在法院未裁決的時候 是完全完全是 沒有可能是會有插手的 即是香港法庭那些案 沒有可能任何人都插不到手的 我事後就把這個答案 告訴程先生 我真的沒有什麼幫到你了 他都很失望 現在到今天 他就被法官拒絕他上訴 他就會坐足 如果我不說 我想也不會有人說 所以都盡我一點的 知情權 給大家的知情權 這位程先生的故事就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我重複多次 我不知道他講真還是假 他就說有一位人士 有力人士 叫他做一些事情 無論是黑衣人好 白衣人好 做完就沒事了 好像你看職業特工隊 很多時候政府做一些事情 可以燒案 類似的 我不知道是否他看職業特工隊 他就看得多了 然後他做完之後 發覺是沒有這件事 是要被人控告的 沒有人幫到他 他就覺得很不服氣 然後連迴香卡也剪掉 就回不了家 其實故事就類似是這麼簡單 我重複多次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我也不想牽涉在裡面 只不過我覺得 如果他講的東西是真的 我只能怪他衝動 還有魯莽 還有蠢 我現在說出來 就算他在獄中看到我 現在說這條片 我還是說回他告訴我 他告訴我 的情況 即是黑衣人白衣人 是有人指使他做 然後他做完之後 發覺 做之前可能以為 好像看電影一樣 看電影一樣 會全部打個電話搞定 做完出來被人拘捕了 原來沒有那樣東西的 他為何會在庭上說 這些是我幫政府做的 其實他以為 有力人士叫他做 那位有力人士 就說代表誰誰 其實可能 就沒有這些東西的 其實就是 他自己一廂情願 即是現在 有一個 阿水指使你 去做這件事 你就以為那個阿水 是代表後面誰誰 其實這些等於電騙案 是一樣的 是嗎 那 即是這件事 講到這裏 我覺得都要 救的了 因為這件事 實在牽連甚講 我講的東西 亦都是 不能夠再多 再多可能我自己都會惹上麻煩 我只是講這個程偉銘 跟我說過的東西 沒有其他 我亦都不知道真是假 沒有發核實 他現在已經是 沒有可能上訴到 亦都坐足了 另外 元朗鄧懷心那件事 上訴去到什麼階段呢 仍然是未開始打官司的階段 我亦都沒有話說 他現在正在上訴 所以在這裏 就跟大家報道一下 有關於程偉銘 我所知的 他亦都找過我 想我幫忙的 我亦都拒絕了他的 我亦都沒有這個能力 只不過 我希望 如果他家人看到 或者他自己看到 我懷疑的東西 一五一十 都是他告訴我 我真是不好意思 我真是幫不了你 但去到今天 其實我不應該說這件事 因為說這件事對我自己沒有好處 我亦都不需要 賣廣告 靠一條影片 拿一些收入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的影片是沒有廣告的 我不需要這些 我不需要挖眾取眾 但這件事說的亦是危險的 但問題 我講是因為 我想如果我不說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他為何說政府自使 他以為某人代表政府 其實等於我 我現在是代表政府 叫你去做 當然不是 但有人會相信 這個世界 很多人做事後面 可能都會有些目的 即是 你現在 誰誰 指使你 後面是誰誰的 說後面是誰誰的 其實可能是大隻港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今晚有時間 直播再說 拜拜